Hello 宝宝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湖州保税物流中心 跨境电商保税仓 今天来给大家零售大牌美妆 大家平时喜欢什么产品呢 都可以发在我们的弹幕上 跟我们一起沟通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帮你解决 我会替屏幕前的各位一起去探秘一下 去请教更专业的人士 各位老师好 打扰你们了 感觉好像人没有那么多 是平时都人比较少吗 现在的大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因为很多业务现在都不用现场来办了 只要在电脑上点点鼠标 业务就办成了 我们直接去仓库 刚刚在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都对保税这个词很好奇 保税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自从有了跨境电商之后 这个大家可能接触的更多一点 以网购保税的形式进口的跨境电商货物 它的源头必须是来自境外的 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 轻轻松松坐在家里面 电脑下单 然后就只要坐等送货上门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 虽然咱们这个货是放在这 但是我们其实就像是在逛国外的市场里一样的 谁这么理解 逛国外的市场 这里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现场巡查的 两位海关老师 户内的货物是全程处在海关的监管之下的 如果核查没有发现异常问题的话 那么这些商品就可以进入流通市场了 来啦 二十八三八多本月 没错就是它 数量是等一下 两罐 OK 九个 是一罐 好啦 出吧 化金电商进口是有一个目录的 国家经过多年的一个改革和探索之后呢 它把一些国民喜欢的一些消费品 列了一个目录 个人买 那肯定是个人负责 但是批量进来 进了我们的保随仓库 也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去监管 也要抽完检验 也需要有一个准硬的基本要求